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谢老板 看到我这条视频 目前秋冬是第二次更新 进度调了10% 一共会有20次更新 这个是第二次 第二次更新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产品 一个是我身上穿的这个 叫做对称立材口袋户外机能面料山系长袖衬衬 这个有一定的科技加持在里面 一会儿给大家讲解 具体的设计理念面料 还有一些工艺细节 一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叫做沙尘灰 叫做Sand Dust 还有一个叫做木颜灰 叫做Moon Dust 这两个颜色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那种沙子的这种颜色 还有一个是月亮上沙尘的颜色 所以一个叫做Sand Dust 一个叫做Moon Dust 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钓鱼夹克第三代的补色 一个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去年出了上架就卖完的一个颜色 叫做电信灰 还有一个这个颜色我们对标的是十足鸟的三层Pro的 十足鸟的颜色叫做波赛东兰 还有一个就是三层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黑色 好了 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身上穿的这个对称立彩口袋的一个山系机能风的一个衬衫 这个衬衫 我首先给了自己给了一个命题 就是需要去给大家做一款长袖的山系机能风衬衫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面料了 面料方面我们选了一个高密度的一个表面做了DWR防水处理的一个东立的日本进口的这种面料 缩织面料吧 然后表面非常的干爽爽滑 并且透气速干防静电 并且表面做了DWR的防水处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设计吧 从这边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我上身穿的时候 感觉这个口袋两个是非常对称的对吧 然后感觉又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长方形的口袋 不对 这个口袋大家平铺看 其实我是花了一些剪裁的心思在里面的 这个是我自己原创的设计 做了两个其实看起来其实是一个立材的一个口袋 用的是Gortex的面料给大家做的 然后整件衣服 一共用了15颗Sun Grip 加碰的扣件 这个扣件在门禁嘛 就是很方便拖穿 在你户外就是热的时候 很方便拖穿 一下就开了 然后口袋这个咔咔的声音也非常好听 因为是高级的扣件 15颗 然后在袖口嘛 也考虑到左撇子或者右撇子人 如果戴手表 因为你户外去戴一些 好比说嘉明啊 那些运动手表会比较大 所以做了两档可以调节的袖口设计 袖长也是我做了精准的计算和剪裁 就是你日常垂坠下来的时候也不会显得很长 手抬上去的时候 袖长也是恰到好处 包括衣裳也是 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塞在腰里面的是一个什么效果 这个叫做Sand Dust 叫做沙尘灰 这个叫做Moon Dust 叫做木炎灰 就是月球上沙子那种洁白的那种颜色吧 这个面料具有透气素杆 并且防静电抗污的一个作用 然后两边的口袋给大家做了Gortex面料的 这样的话 因为这口袋在胸部 如果你胸部如果去做一些就是叠层的 就是布料的设计有可能不透气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我给大家用了Gortex两层的面料更加的透气 并且防水 并且素杆 并且持久的防风 这样的话在户外 哪怕刮打风 你胸部也会非常防风 穿个单件 如果天气不是太冷的时候 都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会看到这个领口 很贴心的给大家做了Gortex面料 这样可以具有防污的作用 如果你经常穿着的话 三四天吧 每天穿特别喜欢我的产品 三四天用湿布擦一架就行了 就是尽量的去怕麻烦去 不太喜欢洗衣服的朋友 就是有这样的设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所以这个领子也是用的Gortex的面料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车的一个工艺 因为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平车 现在换了最新型号的兄弟 Brother7300 所以我们的平车工艺是非常平整的 包括这边的走线 包括那里的辅助的走线 平车下来都是很平整 我拿一件就是没有对比 就大家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样的平车工艺 这个是Jackmans 就是一个葡萄牙铲的吧 我把它反过来 大家去看一下平车工艺 它的平车工艺对比这个 这个平车工艺就比较稀疏 走线的话就不会有我们这个新型号的 去这么紧密密室 其实我相信他们就是葡萄牙铲的用的机器已经很好了 但是好比说用最新型号的机器 和之前比如说老型号的机器 其实最后工艺上同样品牌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就是这一点点区别我也要去升级 给大家带来更好更细腻的细节的产品 包括大家去看这个领子的这个走线啊 也是非常的平整工整 就是任何细节 包括这个最边缘的细节 我们都去尽量的去做到平整和细腻 这个是另外一个浅色的叫做木炎灰 叫做moon dust 就是月球上面那种沙石 大家看到月球晚上月亮那种颜色 就是我做这件衬衫的时候 都会想如果你是一个考古学家 叫做achologist 你是怎么样去穿搭呢 那当然这个口袋是要比较大 方便放一些样品吧 就是你日常的样品 还有你的放大镜啊什么的 就是还有那个小敲子 所以这个口袋在做纸样的时候 我做了好几百 希望上升以后看起来是一个对称的 非常规矩的这种长方形 但是实际上大家刚刚看到 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长方形 就是做设计点小心思吧 然后戴上我们之前做的这个gartex的鱼褒帽 是不是有点那种要去考古的感觉 可能是吧 印第安纳琼斯 所以大家会看到 如果你把这个衬衫扎进去 扎到腰带里面 又是另外一种穿法 如果你日常 好比说夏天的时候 出去徒步 穿一个短袖 这个长袖衬衬 也可以当做一个防晒服来穿吧 然后最后还是老规矩 大家去看一下表面的DWR防水 这个都是雕虫小剂啊 就之后洗几次以后 如果不防水了 你去买一个DWR的喷雾 然后进行一下热激活 也就可以了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好看 帅就完事了 而且配置15颗 Soundgrip夹奔扣件 日本东立的 就是这种素杆透气 防坡件 防静电 抗污的一个面料 非常舒适啊 而且不易皱很垂坠 胸口的Gartex 就是大口袋 防风防水透气 夏天或者秋冬的时候穿 一年四季穿都没问题 醒口给大家也很贴心的 做了Gartex的面料 这样更加的防污 更加的舒适和透气 这个是我们多代的第三代了 第一代就是多代 非常精美 第二代多代我们升级了扣件 下摆的扣件 全部升级为日本进口的 利浮高的扣件 第三代多代升级了哪里呢 升级了内衬 之前用的是百分之百的铜弯 有的朋友说百分之百的铜弯 就是不是那么坚固 于是我们在第三代多代的基础上 在内衬升级了一个叫做百分之五十铜弯丝 会比原本的百分之百铜弯丝的耐用度 会高一点 这个多代是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王牌产品 非常畅销 销了几百件了 好评如潮 没有一个是negative的评价 都是百分之百好评 这个是一代里面的电信灰 我们最后在三代上面又给大家去重新去重置了这个颜色 多代嘛 一共有15个口袋 收到以后大家可以去自己详细的数一下 每一个口袋 每一个套节 每一处细节做的都足够精美了 这个可以说完全的去超越了袋外原版 包括从面料 我们给大家升级了Gartess三层的面料 内衬由原来的Plyaster面料给大家升级成为了 50%同安斯半冰霸的面料 所有的扣件升级了力富高 然后包括所有的细节套节平车 给大家做的更加精美更加耐用了电信灰的颜色 三层 然后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三层Pro 平纹的三层Pro的波赛东蓝十足鸟的颜色 然后就是最经典的黑色 黑色嘛 非常保险的颜色 现在表面这个材质都是100%尼龙的材质 所以你日常去摩擦去使用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表面地打外防水 地打外防水是表面最基本的 然后Gartess面料嘛 其实大家很多人问我 两层两层by 三层三层Pro 然后不同的系列什么白标active 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硬核来说 我个人觉得两层两层by 三层三层Pro 然后不同的系列可能除了active最透气以外 其他的其实穿起来我个人感觉都是一样 没什么任何区别 就是Pro可能因为内里第三层的那个超细网 透气性会更好一点 其实你在海拔三千米以内的地区穿 没有任何区别 你都会感觉到 如果身体热 会感觉到这个冲锋衣会呼吸 包括它持久的防风 持久的透气 持久的防水 中间的核心层只要不被破坏 持久的防水 给你全天候的舒适干爽的感受 所以叫guaranteed to keep you dry 所以这个面料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挑剔的地方 不会有谁去舍得跟你用Gartex面料 去做这么好这么复杂三米多用料的一个衣服 最后再说一个多袋的细节 大家会看到这个帽子是收起来的 然后这个帽子日常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日常出去去户外天气不好的时候 帽子把它拿出来就可以戴上 随时都可以给你进行防护 包括所有帽子上面都做了扣件可以收缩 这样的话不会说帽子就是很拉胯戴起来 就是左右遇到风的时候在那晃 像摇头驴一样的晃 很稳酷的 我们的产品做的细节 都是精心打磨的 这就是我做产品的态度 希望你们喜欢 感谢大家观众 感谢大家观众 感谢大家观众